转化警方前往云林破获了一个诈骗集团 而嫌犯为了躲避警方的查气 还在租屋处的四周隐秘处装上了六支的监视器 他们洋洋得意还夸下海口 说这下检警要抓他们恐怕只能搭直升机了 警方呢不敢大意 从隔壁的住户翻墙进入屋内 顺利压制了十名诈骗集团的成员 警方人员从隔壁住户阳台翻墙进入屋内 将诈骗集团成员九男一女当场压制在地 警方在屋内起出了几十只手机 还有电脑和电话等犯案工具 这个诈骗集团从农历春节后开始 在租屋处假装大陆公安 谎称大陆民众涉及刑案等老梗进行诈骗 得手人民币五六百万 至少有三百个人受骗 嫌犯甚至在机房四周 撞上六支监视器 躲避警方的查气 我们自己认为说应该是形势很隐秘 真是有呛响说要抓他还要动用直升 对对对 嫌犯形势相当低调 平常甚至不准成员外出 幸好附近民众发现有异样 向警方检举 才一举破获这个诈骗集团 直接发现了什么事 那么多事